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我们用豆角和豆腐来做好吃的 首先把豆腐放入碗中 用勺子压碎,压成豆腐泥 锅中烧水 水开后下入豆角 盖上盖子,焖煮5分钟 豆角一定要煮熟 没有煮熟的豆角容易中毒 把煮熟的豆角捞出来 过一下凉水 这样豆角会更加的爽脆 接下来我们把胡萝卜先擦丝 再做成碎末 装入盘中备用 再把凉透的豆角切碎 装入碗中 打入两颗鸡蛋 用筷子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再放入剁好的胡萝卜碎 豆腐泥 少许葱花 加入两勺盐 半勺胡椒粉 一勺蚝油 用筷子把它们再次搅拌均匀 加入一大勺面粉 面粉不需要太多 主要起到粘合的作用 把它们搅拌均匀 像这样就可以了 电面充预热 刷一层油 油热后下入菜糊 炭成小饼 再撒些黑芝麻增香 煎至一面定型后翻一下面 煎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啦 这样做出来的早餐饼 吃起来非常的香嫩 有豆腐的清香 还保留了豆角的一点点清脆 好吃又营养 如果喜欢的话你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